谢谢你来我来吃完饭了 对啊 不反悔了 不反悔了 跟我来 友哥好 又来了 我来吃完饭了 你好 我来吃完饭了 你好 你好 我来吃完饭了 我来吃完饭了 你好 你好 我来吃完饭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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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吃完饭的 你有病啊 见个人就说你来吃完饭了 不是昨天你说的吗 你面对别人的流言蜚语的时候 你还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这可不简单呀 行不行 去办公室 那个 我这有三个要求啊 你必须得答应我 不然我就辞职 什么要求啊 说吧 这第一啊 我的工资待遇 你得按正常员工那样来 不能搞特殊化 对啊 第二 我周末有时候去跑腿接个单 晚上卖个煎饼 摆摊 挣个外快 你不能干预我 行可以 第三呢 第三 我还没想好 想好再说吧 行 我赶紧去赶紧 以后你就在仓库上班 行 底线是4500 加上提成还有补助 哦 还有要温的吗 我都需要干啥呀 在这 就在这 办办货 送送货 哦 行 这个给你 这个是陶总给你配的 你为啥给我配个新手机 你手机不是旧了吗 不是说好了 按照普通员工标准对待吗 我给我员工配个新手机的 那为啥就我有 他们没有 我又没立功没得奖 这不是搞特殊化吗 这个是你的 这个你拿着 这下不特殊了 那为啥我这个比他们的贵 谁说的 你是新员工 所以让你用这个 知道了吧 哦 行 我出去一趟 你在这等着 晚上回到一块吃饭 行 行 好 彭哥 给你说件事 你看老板给你配了个手机 给我们也配了一个 要不你让老板再给你配辆车呗 哦 那要不要再给你配个女助理呀 那也行呀 哈哈哈哈